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的焦点了 今年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 城镇的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 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粮食产量要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首先我们来看今年的GDP增长目标 设置在5% 这个数字是低过IMF预期的5.2% 而且国内券商之前普遍预期 也是在5.5%的水平 而地方政府的加权目标也有5.6% 反映政府对于宏观经济 目前的态度来看是相当审慎 首先通过这样的一个目标指引 我们请教杨总了 其实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之后 应该是让大家有点感觉差强人意 似乎是有在为这一届 新一届的这个政府在铺路的感觉 就好像换了这个政府般的之后 不要对我们的这个经济增长 抱有太高的期待 有种这种稍微降温的感觉 所以想问一下 您又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经济目标的一个增长设定 首先我们看今天这个数据 因为之前普遍预期是5.5%的 包括去年也是 其实我们一直都说5.5% 觉得应该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水平 但没想到今天是5% 但其实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 就是说非常的负面 其实首先我们还是可以超过的 对吧 就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做到5.2% 5.4% 那其实这个如果超过预期的话 其实对于后续的市场是有帮助的 其次我们不给目前的一个市场 或者政策有特别大的一个压力 我觉得整体来说 对目前的一个市场 还是一个相对 我们叫做平衡过度的一个长 我们叫长期主义 更长远一点的这个思路 但确实这样一个数据 还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 因为本身如果我们要提高 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经济的话 这个经济增速比如说高一点 那其实你一定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都要发力 那相对来讲5%呢 我们可能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会注意到我们的货币政策 或者财政政策的空间 或者我们放水 可能就不会放得那么多了 那相应对市场的一个帮助的 这个提振的这个效果 可能还是会相对来讲会小一些 这是对股市最直接的影响 但目标是目标 我们实际上操作呢 其实还是要一点一点的去做 我们整个二季度三季度 后续的一个包括整个生产经营 包括出口的一个数据呢 尤其是最重要的一个房地产的 一个数据和政策 能不能起到一些 边际好转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们不会按照三月份 一次性定调 就判断了今年整体的一个投资方向 就后续的一个经济市局 对我们整体的一个投资 还是有非常强的一个帮助作用 所以我们看外资大行 都会有些相应的观点 包括我看摩根资管 他们就认为呢 这个报复性消费 目前应该是在发生当中的 那么对经济无疑是有帮助的 但是他们认为呢 缺少企业投资 和房地产市场带动的话呢 同时继续坚持房住 不吵方针的话呢 将会欠缺一些拉动经济 增长一些动力在里面 另外呢 也会令潜在投资者 会不会太积极地去参与到 这个相关的资本运作当中 所以通过他们的这些观点 您会觉得说 按照今年的 从政府工作报道中 透露出些风气 包括不会大水漫灌呀 等等这样的情况 还是继续持续的话 你房地产不参与 你单纯靠低基数效应 跟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 经济方面的这个 报复性消费来促进的话 似乎还是难以去活跃 整个市场 或者重建到市场的一个信心 对 我其实 我觉得这个投行 其实它的观点呢 大部分我还是挺认同的 但只有一点呢 其实我还是持有保留意见 对于就是对后续整个 包括房地产政策 或者我们这个政策的空间 其实不是今天一次性就确定的 后续一定有改善的一个空间 那对于目前来讲 确实是疫后复苏 我们看到整个消费领域里面 出行 餐饮复苏得特别快 包括我们看过去一个月 它这个高频的数据 都是非常显见的 就是我们整体整个出行 链条复苏得非常好 大家看一下酒店和机票的价格 涨得非常快 但是娱乐设施 娱乐的消费相对来讲是低的 就说明其实大家目前来讲 因为中国的出行 主要还是靠什么 靠商务主导的 对 我们还是商务出行 跟欧美不一样 所以大家都是还在 这个谈生意的一个过程中 那你赚到钱之后才开始娱乐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有一定时间的一个限制 就是总会发生 只不过它的时间 可能到一半年 还是三个季度能够发生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不用特别悲观 那针对它讲到这个房地产领域呢 其实这个我们在节目中 也一再强调 今年是一个保交楼的大年 就是在竣工端 所以你会看到 包括国内 就是最近这个家电的消费 你看看在各大平台 家电的消费是非常好的 就是第一是竣工 这个效果非常好 第二呢就是整个过去一个月 大家看一下北上广深 甚至更多的二线城市 二主房的交易都活跃的 这个活跃度非常高 已经超过了19年 当时的一个活跃度 说明什么 就是过去三年积压的 很多这个交易这个需求 在发生井喷 所以这个是有利于 整个竣工端的一个 这个板块的一个消费 那其次呢 我们要看到什么时候 能回到一个正向循环 就是房地产企业 我要从开始有动力去买楼 然后去兴建 然后再去卖楼 这样一个正向循环呢 这个其实需要 两三年的一个过程 我们从这个报告里面 也看得出来 其实对于这种头部的房企 或者优质的一些房企 要给予这些货币上的 一些政策的优待 就是你去缓解它本身 信贷的一些压力 那对于可能中小型的企业 本身谋生比较难的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 可能是一个市场化 推出市场的一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呢 对于房地产企业 也不是一概而论 我们仍然会看到 很多这个房地产企业 可以留在市场 而是有一个持续的 经营能力的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领域呢 我们觉得 技能的一个主题 就在投资 就在这个竣工端 之后呢 什么时候我们能开始 房地产企业 开始积极地拿地了 我们就知道 这个市场开始回暖了 那个时候 我们再做整个板块的 一个布局 可能都来得及 那所以就您一个预期来看 就今年来看 您觉得房地产市场 无论是在交楼这一块 或者是销售数据这一块 或者说是整个市场参与度的话 有没有机会 给市场带些额外的惊喜 目前我们感觉 那房板块 整个是在一个区间震荡的感觉 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 或者说给到市场 一个新的信心的增长点 突破口 那在这一块的话 您觉得今年 有没有机会实现呢 对于这个板块 今年我们的一个投资的价值区域 会不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可能性 惊喜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我们确实看得到 今年从这个地方两会 因为地方两会 最大的一个政治的KPI 就是今年保交楼保民生 所以不在于这种卖地 因为整体来说 我们地方政府 还是有很强的这种 土地财政的一个属性 但是今年呢 没有把它作为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工作目标 看得出来 你要集中火力 去办这个保交楼的事情 那你说对房地产企业 它的本身盈利的水平呢 其实相对来讲 就比较显 比较这个 比较少了 我们注重投资机会的时候 其实还是最希望 这个企业能够大幅地拿地 然后快速这个开展项目 那今年这种情况 肯定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本身你的一些 负债端的这个问题 还没有得到解决 就是基本上 所有的这种债务的问题 在今年能够解决50% 我觉得已经完成了 很大的一个这个目标了 所以你说我们借 就是重新再步入房地产企业呢 大家其实比如说 买一些龙头的一些这个国企 可能相对来讲 如果有一点点股息 可能还是有希望的 但其他大都是这个民企 我觉得即便是到今天 在货币政策 或者是三支箭发出之后 他们实际的这些财务的状况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 现在去介入呢 尤其是高贝塔 高负债的一些企业呢 我觉得风险还是蛮大的 是 所以现在可能还是继续 在一个求生存的一个阶段 要期待增长 可能有点为时尚早 那另外我们看大摩资管 他们预计呢 这个在内地方面 这个再生能源跟电动车行业 将会受到国策的支持 先进制造业 还有些半导体电子行业 预量呢 也将会受到一些政策的庇护 其实这个方向 近期近几年 一直都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好像在这个实际 带着这个经济影响 或者说一些科技收益方面 似乎并不是太明显 那么当然你一个政策出来 会有一些资本的炒作 但大家炒作完之后看到 实际并不能够带来一些 相关的一些盈利的增长 技术的突破 大家也会把这个热情慢慢放下来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环境也在变 包括你说电动车行业 大家都说我们要对标特斯拉 但特斯拉定价 已经开始越来越低了 都开始墨西哥建厂 或者推出一些更便宜的车型 那你国内的厂商 能不能与之竞争呢 那另外在半导体芯片行业 那我的技术封锁依然存在 你的这个资金的支出 又能受到多少回报呢 其实在这一块的话 还能不能在今年市场上 形成一些炒作的气氛 或者带来一些市场的信心 您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我觉得今年一定还是会有的 只不过像去年我们看到 都是机会都是在整车厂 那今年可能它机会 来自于这种供应链体系 大家知道我们去年 其实算是整个这个电动车 进入市场 已经一个十年的周期 之前大家 你谁会在国内去买 国内的比亚迪的车 对吧 十年之前 只有公交车和出租车 以这种行政干预的手段 你才可以卖出去 但是现在这两年 已经大向径庭 我们看到整个 本身市场化的一个力量 大家其实是愿意自己掏腰包 去买这些这个国产品牌的车 其实这就是 有几个方向的一个 几个因素的一个结果 第一呢 就是本身产品的这个品牌度 确实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大家愿意 我不是买特斯拉 我也愿意买比亚迪 第二呢 就是本身产品的一个 技术成熟的一个阶段 确实到了大家觉得 有这个性价比 我买了之后油价很高 我可以去应用 而且呢 我现在来讲 在国内开这个车 我也不觉得丢面子 所以其实它更多的 还是来自于就是大众 你靠政府的一个补贴 去掏钱买的时候 这个产品才会是有一个 它自己的生命力的 那距离有整个电动车 可能比亚迪开始 从事这个行业 已经20年了 对吧 终于迎来了 这样一个高光时刻 那未来一段时间 我们相信 还是会有这样的技术的 一个孕育阶段 每一项技术 不管是半导体 还是其他的相关 电动车相关的一个技术 它一定是有一个孕育的过程 然后实现一些成本化的 一个更市场化的一个操作 之后呢 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市场化的一个价格 能够大家有更好的 一个接受度 变成它整个成本效益的比例 更加优化一些 所以我觉得大家 用更长远的一个目光来看 我们目前政策 对于国内技术的一个扶持 它可能不是立竿进影的 今年会名列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一个 多少纳米这个芯片出台 但是可能用五年十年 更长的一个周期 我们仍然会见到一项技术 在中国这个比较庞大的 一个需求市场 能够生争发芽 能够找到它自己本身的 一个生长的方向 所以对这一点呢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 投资机会肯定还是存在的 只不过不会在整车场 会在一些特别优秀的 一些供应链体系 首先它的效率很高 其次是成本控制很好 然后再就是它跟整个 整车场的配合 非常之优秀 所以能够带动它 整个有一个指数性上涨 我觉得A股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公司 目前港股还没有 所以今年的投资机会 我也建议大家 不要错过这样一个行情 那杨诺可别分析的 更具体一点 那这样的一个整车的 上下游链主要是看哪些 看电池吗 还是看一些原材料 可能一些铃矿之类的 铃矿还是有点难 因为铃矿的价格 今天的波动还是特别大的 就是大家看一下 这个宁王参与之后 让整个市场 有非常强的这种预期 觉得会跌到20万 但是目前来讲 我们还是觉得 很多这种投资机会 来自于非常有科技含量的 比如说座椅 座椅的调整 内饰 包括整个芯片的一安置 现在大家你知道 整个电动车 整个芯片 或者说镜头模组 其实有10.20个的 就是每一个新的这个需求 这个车的一个需求 还是很强 另外大家也看到了 比亚迪最新的一个车 是可以横着走的一个车 一百多万的车 其实这个技术上的领先 是需要很多配件 就是完全是国内的一个 这个供应链体系在供应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它这个机会呢 就像很多企业 跟做苹果产业链的时候 跟苹果一起成长 包括力群 包括戈尔 那其实比亚迪和这个特斯拉 可能也会效仿 之前这个特斯拉在中国 建了中国工厂之后 它的一种产业链 其实都发展得非常快 那现在我们整个国内汽车 就是电灯车的一个产业链 已经相对非常完善了 所以它会可能给我们 国内的一些 不管是卫小里 还是哪吒还是领跑 甚至包括比亚迪 都有非常这个 相对来讲完善一点的供应链 我觉得这一点的 以后呢 还有更多的一个出口的机会 今天大家看一下 最新的这个我们汽车出口 几万台 非常优秀 所以这个机会呢 我觉得我们深耕一下 比如说座椅啊 这个控制性的一些 这个国内的投资机会 还是有的 嗯 座椅可能是看明师啊 这些会更多一些 那如果回到整车方面呢 虽然说您不看好整车 跟看好这个上下游产业链 但是如果拿整车做对比的话 感觉最近形势上 还会有点变化 那么新势力里面 现在大家觉得 理想第一的 最先交道功课的 那另外呢 比亚迪 他也是关注的龙头老大哥 那其实在整车行业当中 现在呢 看股价走势 确实也是理想好的 最好的一支 一些策略或者说建议会怎么看的 我觉得相对保守的一些投资人 我觉得其实首选还是比亚迪 最稳 虽然估值来讲 可能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啦 其实整个来讲 就包括一二季度 整个这个消费 我都觉得 他的一个销售 数据还是交得到功课的 那今年来讲 其实他还会有一些 新的车型推出来 出口包括内销 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去期待 每个月数据非常透明 你看得出来 比其他这些新势力呀 未销里是什么数据 你看他一下 也遥遥领先 基本上我觉得可能今年 有大概率要跟这个 要大幅地超过 这个特斯拉的一个产量 所以整体来说 我觉得最稳的还是比亚迪 其次呢 当然理想现在已经炒得很高了 性价比会弱一点 那其他的呢 目前我们还看不太清楚 小鹏换了管理层 去年九月份换了老板 对 长城的 对 非常厉害的 人家就是做了二十几年 对吧 就是从这个长城 零销量干到一百多万辆 所以还是掌握了 整个汽车的一个生命周期的 很强的能力 我们就期待一下 但不确定能够跟这个信势力 有没有很好的契合 所以现在投资呢 还是略微早了一点 我们还要等他那个 你首先管理要好 其次你要产品要真的过瘾 对吧 那王峰英的话 我印象中 他在长城转负责销售这一块 这个销售能力 其实他是大拿 其实基本上就是 外部的这个市场 包括产品的定型 然后定价 销售策略 都是他来定 算是 但是目前来讲 我们对他评价 业内来讲 其实应该算是最高的 那这个如果有参与投资者 投资者心理应该会 比较定一定了 谢谢大家